這個三個月經歷到七月十二 對如猶豫來講 真正是無比減倫月 國民黨今天搖接如猶豫 才來開記者會 讓政府比較日本 提前來公佈 接下來幾個月 所困價位 另外也希望政府 尊對立行社 由南車和立宿的協助 這個英文的補助 再來加碼 如果沒有 完全沒人客 沒收入 接下來 將來就要收大塊的問號 政府的這些紓困計畫 永遠都在慢半拍 如果立行社會今年二月 警告現在要 游南車的業者 也將會撞不住了 我希望游覽車業這部分 希望政府呢 能展延車輛的貸款 而且呢 對於利息的補貼 例如政府至少補貼一趴 是國境的開放 包括台灣的觀光馬叔 已經散佈 台灣八千 油浪車公費 全聯會也還給七月底 個人外行的油浪車 應該撞不住了 有幾部油浪車公司 八月中也會一間一間 住 李冠賈也希望政府 可以再保存 在這邊有建議 如果是一款業的營業補貼 能以一個房間 一萬塊為政府 那這樣子的話 在我們營業補貼的方式裡面 這是比較正確的 其實政府輸貫4.0 已經變比去年過得多的預算 要不然以外有業者 人家說這樣也是不夠 要不然將這些補貼金 送到真的有需要人的手中 這考驗到政府的地位